吕文婉跳脱名嘴望翻揪林姿佑吴格库姊妹妙还润? 吕文婉和林姿佑受酷疾旅行社之邀,担任柬埔寨航空亲善大使,二人二度造访吴格库,首要任务便是前往姊妹妙,还润吕文婉狂赞姊妹妙,有后林彦,问她上回求了什么愿望?她笑说:"我是求事业,难道求姻缘吗?" 并透露桃花欲望,不法追求者,但现阶段一个人很好,经济自由,肉体自由,连呼吸都自由。 吕文婉离婚约九年,直说自己不会再婚。 同样在姊妹妙求事业运的林姿佑,离开购物台后,自己当老板,转站脸书直播卖东西,过去购物台远行约15万元,她称现收入是购物台17月末三倍。 吕文婉和林姿佑,去年暑假带住各自的儿女与友人们一行十多人,到柬埔寨吴哥库自助旅游。 吕文婉当时在姊妹妙祈求事业运,果真去年投资网络事业的钱都有回本,演艺事业也更开阔,成功转型。 吕文婉 她节目,成为综艺卦,又在购物台当销售天后,她表示,去年的今年人生有很多转换,定位已经越来越往我自己想要的。 甚至接下首个网络直播节目,事业走上坡,让她相当开心。 除了演艺事业外,吕文婉报靠成功录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,数位科技设计学系,在直硕士班,今年9月将入学,她已计划约二年时间,直到去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认真学习。 虽很多人唱衰,你50岁,还来念什么书,但她始终有个学术梦,希望将来能到学校教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